观众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邓亚平日常国家队训练的视频 这是1991年的时候 在视频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几位老朋友邓亚平的队友 包括陪练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这一侧穿紫色外套的这一位就是高军 高军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队的主力选手 后来也是代表美国队参加比赛 邓亚平对面的男陪练是汇军 这应该是1991年千叶式拼赛之前的一次合练 几大主力都是在现场 邓亚平还是练得非常的投入 随着画面的切换 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几位主力选手 当时邓亚平就是以速度取胜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日常的这种百速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现在的伊藤美城的打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了邓亚平的精髓 打的非常的简洁明了 以速度灵活性去取胜 所以邓亚平也是为小个选手在乒乓球路上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 邓亚平的反手用的是这种进攻型的长交 现在也是被称为半长交了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台子打消球的这位男陪练就是陆元胜 画面切到这边之后就是乔红 乔红也是搭档邓亚平多次在世界大台当中获得女双的冠军 他的单打上面也是有非常高的造诣 小虎他的打法是跟邓亚平截然相反的 他的打法是属于这种老派的横板打法 拉球的时候手都是拉到屁股后面这个位置去拉手 这个技术在30年后的现在看起来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当时也是非常主流的正手发力方式 陆元胜知道当时还不是国拼女队的主教练 当时的女队主教练是张谢霖 我们可以看到邓亚平他的正手的摆速真的是练得非常的扎实 一板比一板更重 连续性非常的好 而且是由男运动员作为陪练 所以球的质量很高 中国女队历来都是用男运动员作为女运动员的陪练 所以技术层面上面都是跟男选手非常相似 非常凶狠的打法 现在走过来的这位身材比较高挑的女选手就是刘伟 当时的刘伟也是女队的颜值天花板啊 这几位选手也是构成了九十年代初国拼女队的一个主力班底 这位身材比较高挑战的一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